什么人 有没有问题 基本上不是我三十星句 我真的自己呃 这样就完结了 就是空手而活 OK 先讲三个特性 仁慈 威能 慷慨 最后就是他的信实 这信实在第五十四节 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 辅助辽泰的傲人以色列 圣民解释他用了《圣詠》76篇第10節 他用一個反言來講 難道天主忘記了慈悲 因憤怒而將慈愛關閉 回憶對忘記 天主不會忘記的 不會忘記就是會記得 所以圣民就說這就是講到天主的信實 所以我們看到仁慈、威能、慷慨、信實 這四個是天主的特徵、天主的特質 在巴赫的演繹當中 有三重唱的雷聲 在聽的時候我們可以想一下 天主如何輔助過我們 他怎麽是積極過 他真是說過我們會幫助我們 他真是經常幫助我們 這是非常慢的 我們就聽一點 我喜歡說慢的 就像是一個人在想著 就像是回憶 當你想的時候 你慢慢地去想 死我親吻 我們聽過了 我今天就是和一個年齊很大的姨媽去吃飯 她已經不太記得一些事情了 她說我是遺裂 她說 啊 這麼好啊 你來 她完全不是真的知道我是誰 只是說 很熟悉你的命 我是你妹妹的兒子 是嗎 是嗎 如果你家裏有腦退化症 這個就是 Alzheimer 就是這樣 幸好我已經心理準備好 所以她的功能很快 而且會主意現 會主意活在當下 吃飯了 這麼開心 吃飯了 我們剛剛吃完飯回來 又要吃飯了 我說這個 因為跟這個回憶很不同 回憶很慢 以前怎樣怎樣怎樣 慢慢去想出來 所以這首歌是慢一點的 現在就是馬上 她說 欸 開心了 出家了 去吃飯了 那天之後 她會馬上 因為不是記憶 所以就是 她想快一點 那些回應 我想最後這節 就不是五節 直到永遠 你記得又是講起這個信實 所以 《聖民大》的解釋 就是她記起自己的良事和忠誠 《聖民大》的九節 《聖民大》的七篇 天主曾經 跟阿巴阿朗 這就是五岸石所說的 正如她是我們祖先摧 雪國的恩許 她的子孫 會施恩給她的子孫 直到永遠 《聖民大》的解釋當中 她說 永遠到永遠 天主就是 你就是已經是天主 所以這句就是 可以想到天主的無窮永恆 由聖母句的第一句 天主眾人信蠢的偉大 天主放大 到最後這句 是說到永恆 一個是時空上 一個是永恆的時空 一個就是天主的無窮偉大 所以兩個是很公正 《聖民大》的講法是很公正 一開始講天主的偉大 而最後講到她的永恆 所以這個 最後這句 比較光明一點 是一個叫附甲曲 Fugue 聖坦昨天知道 Fugue是很難彈的 因為有很多 人只有十一首詞 但她要彈到 有很多部分一起出現 所以這個是附甲曲的組合 是很嚴謹的 而且一個主題 有不同的時間加進 巴赫的學生就說 是代表著 合約法律的嚴謹 我們聽聽一下小聲這裡 作詞 上海人死了你 上海人死了你 最后一段是《光荣座》 第十年乐章是《光荣座》 我们完结了最后一段 想大家在最后一段时候 一路听到Gloria 一路想起我们自己 我们怎样去 有没有像圣母玛利亚这样 去喜乐于天主呢 那我们今天呢 这么多乐章 我们听了十一个乐章 这个大部分 我们学了玛利亚的 他是谁 他是一个愿意 他是找天主的人 他学习天主找到了 所以他快乐 他喜乐 就是他为何 就是他谦虚 这个就是他选了 天主选了他做 母亲 让天主降生成这个最伟大 他很值得而实现 然后四个原因 天主的四样的特质 仁慈、威能、慷慨、信实 然后这个光人众 那我起码光人众的时候 他在心里面 跟着一起去 那就是天主 就是天主的偉大 我们有没有在心里 能够感受到天主的 仁慈、威能、慷慨和信实呢 那这个呢 就是充满力量 这种规范的结束呢 让我们都好像 有开始 第一学章一样 这么光辉燦烂的 那听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 你看到 原本他是Gloria 原本拉英文 Gloria Part 3 是说一次Gloria 是说一次Gloria 但是他 巴哈呢 他就把Gloria重告了两次 然后有三个 孤仁天主圣父 孤仁天主圣子 孤仁天主圣神 那么我们一听的时候 我们就结束了 Gloria Penopnärpache Gloria Vidia Vidia 你唱歌吧 你唱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就到此為止 明天我們會是聖文德的另一個作品 他的另外一個著作是生命之所以 Brother William 我們已經進入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我們已經進入我們的避靜了 是嗎 請問這個 巴哈的樂章 他的曲號是多少 讓我們可以記住 243 243 明晚見 生命之樹